通过改变您的居住空间来大幅提升您的运势 家中的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成功还有幸福的秘密 2024风水门将会向您展示如何利用风水的力量 来转变您的事业还有财富 看似微小的改动将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加入我们一起探索如何将您的家变成吸引爱情 健康还有财富的磁石 不可错过的生活革命即将来临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加入天下纵横谈之2024风水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如何利用风水的原则 来增强您的财位还有改善运势 从家庭的各个方位到办公室当中的布局 我们也会指导您如何利用风水的策略来吸引财富还有好运 准备好了解这些改变生活的秘密了吗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次的财富之旅 大家好 我现在开始说一下 有关那个2020年 那个农年里面的每一家每一库的 你们的大门开项 做一个居家风水好运来 最后我们讲到八个范围的第八个 就是我们居家里面的大门朝东北开 今年在农年迎接的是一个六百五屈星 这个六百五屈星它是代表权力的 所以是有帮助家里面的男生 全年在管理工作 在政府部门工作 换说你是当一个公务员 换说你是几率部队的里面的 当军员 警察等等 都会有升官加薪的这个机会 比较高 然后大门外面呢 我们迎接这个权力性来 我们可以放上一个灰色 换说黎王色的地毯 这样就可以接受这个权力性 而且有帮助家人 在工作事业提升发展 然后在大门的背后 贴上一个春联 而且这个从风水来讲 贴到五张它叫五福临门 所以家人在你的房子 出去以外的地方 可以达到权力的提升 然后家里面的厅房 东北这个方位 包括你的床头 书桌 办公桌 你的下方 最好放上灰色块土王色的地毯 不过这个地毯下面呢 是要放一每分 六个为一圈 这样呢 就可以有帮助增加管理的能力 然后这个东北方 是属老虎跟牛 这两个生肖的本位 所以如果你是属虎的朋友 你船内里面 你要佩戴一个猪形的玉配 可以帮助你在思维管理方面增加 然后属牛的朋友 你船内里面要佩戴一个老鼠的 那个形状的玉配 这样可以增加你的人员运 财运还有管理的能力 大家好 我是龙肖天 在这里呢 我共诸每一位观众朋友 在2024年里面 龙年行大运 龙马精神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